今次來到有居屋王之稱的新屋苑 冠德苑 這個單位做了一個設計 可以說是解決了不少家庭經常發生的生活糾紛 今次為大家介紹的單位實用面積是483平方尺 居住人數是五個人 原本規劃是一個廁所 剛剛接觸戶主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要求想規劃成兩個洗手間 為了避免早上大家一起梳洗的時間要搶廁所用 由於新家的廁所入口位於客廳 而睡房門又在旁邊 為了令客廳在視覺上有更簡潔的效果 所以用了調子暗門設計 整間的用色是以木色元素為主調 配搭了白色做襯搭 因為我們要配搭室外的景觀 所以我們就用了很多湖水綠色調來做襯搭 例如貴身的襯色、牆身都是由了湖水綠的 飯廳的位置就做了一個大型的獅子櫃 提供了大量的儲物空間 櫃底留了空間 做了滲乾燈槽 營造了層次感 還有一個要求就是想房屋的儲物空間要勁大 所以我們整間房的規劃就棄用了傳統的沙村牆 全部用了櫃來做間隔 用了特色牆和暗門來設計 客廳還預留了位置 成為小朋友的玩樂空間 至於主人房 由於是主人夫婦和小朋友共用 所以做了上下隔床的設計 屋主有要求放置書桌 所以沒有位置做地台 唯有用大型衣櫃做儲物空間 爺爺和媽媽的睡房為了增加儲物空間 所以做了地台 為了減低撞傷的機會 還做了弧形線條的衣櫃 原積洗手間入門建設 現在將廁所門向內移之後 貼櫃由原來的兩呎變五呎 臨浴間的面積都擴大了 整個廁所的空間更健洗 廚房和廁所的瓷磚 都用了仿雲石紋的磚 感覺更明亮簡潔 而且都好易清潔